主席 我們未來的主委你好 那我首先請教 我們那個張準主委 一個非常敏感性的問題 那你目前是 國民黨籍 還是民進黨籍還是無黨籍 無黨籍 那所以說你算是 社會公正 弦打人士 那因為當然假如說這一次 不管是馬總統還是我們行政的 吳院長 非常依眾你當然希望你能夠出任 中選會主委當然我個人 本期是樂觀其成 而且是全力支持 因為我也曾經去看了你本身 不管是在 政治上或者在社會上的一個歷練 事實上你是一位非常恰當的 那個中選會主委的人選 那當然我也肯定 不管是馬總統或者是 吳院長他能夠 慧言是英雄 那尤其我也尊重每一個委員的發言 那質疑就是說 不管是總統電話跟你告知 或者行政院院長電話跟你告知 畢竟你未來 假如通過以後 是我們中華民國 中央選舉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那當然尤其你本身又是無黨籍 當然將來的立場上 能夠非常的客觀 非常的公正 這個也是我們大家 簽名共同期待的 那當然我也先用這個機會先跟你 希望你能夠順利 通過立法院行使同意前 那當然我也先用這個機會 有幾個實務性的問題 能夠提供一些給我們未來的主委 來作為一個參考的依據 因為我本身來自於基層 當然我也當過這基層的市民代表 那也當過議員 那也當過基層的鄉鎮現場市長 那我本身也發覺就是說 有時候有一些 嫌疾的相關的法令也覺得非常奇怪 就好比最近才剛剛發生的一個 非常特殊的一個案例 就是因為 以前的林口鄉的一個鄉長 那他本身就是說 因為他本身被判有幾徒刑五個月 那結果得一顆罰金 那他當初是在民國97年8月21日 當初宣判以後 那結果他馬上被人家解職 而且他本身 又大多當了六天的 所謂的林口鄉的鄉長 後來台北縣政府又依法 花文跟他追繳六天 所謂的他本身的 所謂的上班的所得 那結果他也繳回去 但是非常遺憾的就是說 因為他本身 在民國97年8月21日 當天被解職以後 然後結果就是說 他有關於那個地方法院檢察署 通知他去繳交一顆罰金的時候 因為結果試過兩個月 結果就在民國97年 10月21日的時候 那時候才接到 那個地檢署給予通知 結果他馬上去繳交 所謂的有期徒刑五個月得一顆罰金 但是他本身這一次 要參選新北市的市議員 那結果因為他本身 登記的日期 剛好是在他本身 去所謂的繳交 那個所謂的罰金兩年後 結果又差了幾天 結果後來 台北的那個 新北市的選舉委員會 同意讓他登記 到最後忽然間 結果因為他本身 地方惡鬥的關係 結果有人選舉 結果到最後 我們中選會這一邊 後來就開會 結果就沒有讓他通過 他就取消他本身候選的資格 那當然我本身 比較質疑比較納悶的 就是說 我要建立我們中選會 因為我是反應民意 因為他本身解職那天 是在民國97年8月21日 但是 地檢署通知以後 是經過兩個月 那所以說 他解職那天來算 還是他本身 繳交易和罰金來算 那事實上 錯也不在當事人 因為他在8月21日的時候 就已經被 所謂的 命令解職 那結果這個情況之下 結果他這一次 喪失他 參選的一個資格 對他個人 個人的生涯方面 事實上有重大的一個 創 對他重大的一個創傷 那所以說他也曾經 有到立法院這邊到處去陳情 那當然到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融獲這一次的所謂參選資格 那當然所以說這個是認定上的問題 那我是曾經也有跟中選會這邊來做一個建議 就是說希望能夠針對中選會相關法令的規定的情況之下 看是不是你們這一邊 能夠自行提出來修法 就是等於視同他 支持日同有關於一般 被解職的從當初算開始 解職日算起 然後來所謂的 他本身 那個赤朵工錢的期間 的起算率來做為一個儀器 這樣的話對當事人比較合理 不然他經過兩個月 湊不在他 是地檢署到兩個後才通知他 那所以說我以上監控的機會 當面向主委這邊 來做一個建議 那當然也希望你將來 農任所謂的中選會主委的時候 也能夠針對這個問題 能夠找你們裡面的內部的幹部 或者是委員會 大家共同來討論 好不好 我相信這個將來就會遇到的 不管任何選舉還會遇到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議題就是說 大家非常關心的就是說 有關於那個下一屆的總統 以及那個第八屆的立法委員 是不是能夠合併選舉 或者是分北選舉 當然這一點 我也不知道 新任的未來的中選會的張主委 你的看法怎麼樣 好謝謝指教 剛剛提到的事情 我們一定會審慎考慮 那麼剛剛您講的那個 公職人員的事情就是因為 當時的中選會是 韓法務部請他們解釋 而造成這個決定 那麼您的建議我覺得是可行的了 就是還要跟法務部溝通 那麼至於總統跟立法委員的選舉 很多人是希望能夠合併選舉 那合併選舉的話 當然在這個 經濟上 財務上是節省很多 這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問題就在說 立委的選舉再怎麼慢 也差不多是1月20號 左右就一定要選出來 那麼總統的選舉 如果從3月20號左右弄到1月20號左右的話 就空穿起5月20號就職就有4個月 現在的問題可能卡在這邊 所以還要經過審慎 公平的來考慮 好那我跟主委這個報告 第一點就是說 人民的期待 社會的觀感 因為事實上每半一次選舉 要浪費我們政府很多的公堂 那當然就是說 過去曾經有人提到就是說 中華民國選舉特別多 那當然2008年馬總統上任以後 他也希望能夠做一個改革 那當然現在目前有很多的選舉 就合併來舉行 最主要就是說 能夠給社會 一般的民眾 大家能夠有更好的一個觀感 那當然也能夠節省很多的公堂 那事實上我也聽到很多基層的聲音 他說因為事實上 因為本身立委選舉 跟總統大選 只差大概差不多兩個月 那台灣目前也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也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那雖然就是說 總統選舉在1月份來舉行 5月份總統就職 事實上這4個月 說長不長 說短當然也不短 但話又說回來就是說 他本身能夠節省一次 有關與辦理這個重大選舉的相關的支出 對 給台灣老百姓 絕對是一個正面的 是的 絕對是一個正面的 那當然就是說 或許有人會覺得 非常 就是說 他的思維模式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他認為這個4個月的空窗期的話 那會不會影響到所謂的 將來政權的和平移轉 事實上應該台灣是法制的國家 我們自己要對自己有信心 當然相對 我相信台灣人民對政府也有信心 那所以說這個應該是 也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最主要是我這段時間 我到基層去 很多人一直跟我反應 他說有機會 你要跟中央來做一個建議 希望有關於這一次的第八屆立法院選舉 總統選舉 假如說能夠合併來舉行的話 事實上 對我們整個國家的財政來講 應該是幫助很大 那當然有人顧慮的是說 政權和平轉移這個問題 那我相信應該是沒有問題 主問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想在政權的和平轉移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如果是連任的話更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說 如果又一方面要推動不在籍投票的話 就又有問題了 剛剛因為有很多委員提出 那個不在籍投票的問題 對我知道 那不在籍投票的話 難道立委跟總統大選 不能夠來實施不在籍投票嗎 只有當一選舉才能夠實施不在籍投票 立委各地選舉的是不一樣 好像說 台中線彰化線的人 他在台北市要不在籍投票的話 這個選票有問題 如果是總統的當一選舉的話是沒有問題 所以兩個卡在一起又有點矛盾了 這個應該我認為還是事在人為 那當然我也希望我們中選會這邊 能夠多會一點思考 然後事實上去做一個考慮 對 事實上台灣的老百姓有共同的一個期待 對 最主要的是 因為台灣常常在選舉 對 給台灣老百姓 有一種產生一種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變相的厭惡感 那這個情況之下 事實上不是非常正面 所以說我盡用這個機會 來做一個建議 那希望我們中選會這邊 也能夠去思考 那當然也盡用這個機會 再一次跟我們未來的張主委加油 那也期待我們本院的所有的委員 大家能夠共同來支持 當然 台灣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那尤其立法院要接受很多不同的聲音 那當然我相信 不管是提名誰 絕對有人褒獎 但是也有人反對 這個難免的 那我盡用這個機會 還是再一次的跟你表示鼓勵 那也當然也表示肯定 謝謝